第四段在讲 扬眉顺目处处般若 须不提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 就是这一段 就是你一抬头眼睛一眨都是佛法 现在你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一抬头眼睛一眨通通都是佛法 所以那两个上师 武功高强的告诉你的是佛法 另外四五个路人甲路人蚁 告诉你的也是佛法 他们也不是路人家 重要的路人 就是你生命中的 进入你生命中的人 对 也是有修的 是 你说那个就是 所以我就 处处皆是佛法 无一定法可言 所以在无一定法可言 那当然到了小我 你这个神识叫做莫中一世 我到底该听谁的 听你自己的啊 听谁的 我现在就是听我自己 可是我发现是我内在的声音 招来这些声音啊 是啊是啊 是啊 就是因为你太贪心嘛 你太想到多明灯嘛 智慧的明灯嘛 所以一下子在里面前闪了七八盏灯啊 可是那个灯里其实只有一个 所有的灯到最后只有一盏而已 智慧就叫佛光 所以他们建议的方法是不重要的 那个就是修行的法门而已 对 就是修行法门 对 没错 好 那你要跟着自己的法喜 你喜欢哪一个 可是有一种他们说是 真正的那个爱 那个教导是严厉的 所以有一种老师是严厉的批你的 可是也许你会觉得很难过 OK 你没有法喜 但是搞不好那个才是对我最好的 那个是那个老师本身是权威型的 所以他必须告诉你 这才是最好的 因为他如果不这样讲 他怎么有办法树立他的权威呢 我觉得他对别人没有见 他对我特别严厉 他要告诉你 You are so special 你是如此的特别 所以需要这么严厉的批我 这样你才会听话 你感觉到你的特别 他满足了人什么 人在修行路上的虚荣 可是我宁愿是他 他对我很好啊 称赞我鼓励我 所以他显然用的刚好跟你相反的方法 我现在两套都不吃了 这样子啊 对两招我都不吃了 因为那可能只是一个方法 对啊我知道啊 就是自己的心要什么 因为我们最主要就是我们来今天来共修 这个金刚银 不就是最主要把它落实到你的生活吗 所以刚好这位同修 他有提到他生活中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就花一点时间在他身上 在修行上 譬如说我在你的脸书上 看到你满心欢喜的接受了一个新的名字 对 你真的很喜欢那个名字吗 我觉得不错啊 那你了解那个名字的意义吗 我知道啊 好那这里面就是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很喜欢那个名字 你也了解那个名字的意义 那你用那个名字才有它的价值 懂吗 对 所以这里面就是说 你要回到内心 这是不是我需要的 这是不是我喜欢的 它能不能入我的生活 如果它不能入你的生活 那那个名字取得再美都没有意义 因为这个名字我等了好几年 对 但是之前我跟另外一个老师 要给我同样的名字 因为他取我原先的名字很好 对 所以这个名字对我是有意义的 你知道为什么一个人 要寻求一个新的名字 他在寻求一个新的身份认同 在心理学上的意义就是说 你在寻求一个新的身份认同 应该是说是跟我觉得我的过去的一些做连结的 是 对 对啊 就像比如说葬蜜 他们会有一个特别的名字 所以他们去跟葬蜜的那个宗派做个连结 比较是这个东西 对 是跟过去的修行的法门 是 在这一次重新做一个连结 对 对 所以我现在就跟你说 比如说你这个给你这个 你的A上师给你礼物A 你的B上师给你礼物B 有人会给你C会给你C的礼物 但是不管不管这些礼物是什么 其实到最后都会归而已而已 你要看到那个中间的融合处 他们看起来也许截然的不同 你要知道能量是这样 能量是一组 同样的一组能量与两个面向 母羊跟天平是同一个源头 它是分裂为二 金牛跟天蝎也是分裂为二 看懂吗 所以呢 可以 你要在不同当中找到相似处 在不同当中找到相似处 那你是不是就化多为简 那找找找到最后 你就找到一了吗 嗯 懂吗 可以理解吗 对啊 就是先经历那个多 对 只是刚好目前我碰到的是这样子的状态 是 那如果我选择这个老师 其实另外一个老师 他会非常的不高兴 嗯 哦 不会吧 因为他非常希望我回去 但是我不愿意 嗯嗯嗯 但是我其实并没有选择别的新老师 我还是选择我自己的身影 可是我会去参加别的老师的课程 其实我知道前面的老师会很不高兴 因为他会强烈希望我跟他 但是我不希望隶属于任何一个团体 在目前 对对对 就是说我可以接受意见 是 我可以去修这个法门 但是我不要完全被 在一个团体的那个 宗教的那个团体被绑住 对 因为这样子我怕会失去 失去 就是说最后就变成是 对 就是大陆那个权威 所以你自己这个时候就要回到自己 就是说你的选择嘛 嗯 如果你在修行的道路上 你不希望被任何人 以宗教团体之名 行 行 个人 对 独占之时 那你就要懂得选择离开啊 选择放下 好 那就是他阶段性的任务完成了嘛 嗯 在你生命当中他阶段性的任务完成了 他现在让你感觉到不舒服 就是现在不适合 而且我觉得原来我并没有 这完全不是一个宗教的团体 只是去参加他的课程而已 类似读书会啊 什么之类的 只是一个课程 疗愈 譬如说身心理的课程 是 那因为我去了比较多次 当我之后选择不再去的时候 那我会听到 从老师跟同学那边传着很多的声音 觉得我必须要回去 嗯 因为老师对我有恩 或者是说 我跟他连结很深 那那个爱的连结 可实际上我会觉得说 这不是一个宗教团体 为什么只是去付钱上课 就要被绑住在一个人的访门之下 好 那你就这样想了 他只是要视线一个能量给你看 那个能量就是教导你 我不属于谁 对而且会让我觉得有罪恶感 因为的确 就是有人来演一个 你是属于我的 你不可以离开我 对 可是像那根本不是一个宗教团体 那是一个副成的圣经理团体 那我现在就说 这个老师我不知道他是谁 反正就这个老师 他视线的是一个 在能量上 他视线一个就是说 他告诉你说 你是属于我的 如果你离开我 形同等于是一个灵性之爱的背叛 对 那你自己要看懂这个道理 我没有背叛你 我只是选择了我所要的 谢谢你曾经给我 陪伴了我的那一段 然而现在的我 我有其他的需要 对我知道 所以我这样做 但是我会觉得有那个罪恶感 就是那个东西很 好那你就要去问 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个罪恶感 因为当时真的对我是有恩 对我很好 当然我也全心对他付出 可是我觉得那是一个老师 不是一个你一辈子要跟随他的师父 那是不一样的心态 那你就要懂 可是他希望你是这样 好那对 那就说其实这就是一个禁止 当别人对你有恩 难道你要被这个恩这个字 圈住一辈子吗 这不是也是找恩的像了吗 但是我们不是有恩就要报恩啊 就是不能去忘这个恩情 应该你有回报啊 在你上课那段期间就是最好的回报 因为我全心的回报 是当义工去付出 对 然后我也付钱 对啊 是啊 也付出我的心 对 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是了 不然你还要怎样 OK 那是个人修为的问题了 放下 懂吗 好我们来看这四句记 听到这里你们就知道说 这个福德很大哦 所以你们就回到生活里面 你们要 如果机缘到了 你就可以跟你们身边的人讲 四句记 你懂的那四句 你要讲你懂的哦 你不要卖弄学问讲 那你不懂的哦 因为你懂的 你说起来就很自然 你不懂的 你说起来就很闭口哦 新云法师他提到一个观念 他说 你要跟人家讲佛法的时候 如果别人可以 是一心而听 很好 如果可以一日而听 也很好 不能一天 那就半天也可以 不能半天 那一时也可以 不能一时半时也可以 不能半时片刻也好 他在告诉你说 any time 随时都可以 然后不要着于说 我要跟你讲很久 你现在给我十分钟 或是我呢 要足足跟你开讲两个小时 先跑了 就是不能有这种期待 因为怎么样 机缘嘛 机缘的浮现是很自然的 再来就是说 你自己在帮人家讲 我说要说你们懂的 因为你们懂的 你们跟人家讲 你自己入了心 你再跟人家讲 对方才会感受到 那个智慧的共鸣 不然你就是 很像鹦鹉在学说话一样 你只不过是个传声筒而已 好 那一段很棒的文字给你们听 这次伯陀在阿汉经里面 曾经说了一个 一个叫做一夜闲者经 就是说一个晚上 闲者就闲达之人 这个经文 然后他把它翻译成白话文字 这样说不要追悔过去的事 不要担忧未来的事 你们可以闭着眼睛听吗 我用催眠的语调告诉你们 不要追悔过去的事 不要担忧未来的事 过去的已经被现在遗弃了 而未来还有很多因缘可以创造 审慎观察吧 我们当下的设受想行事 不要压制它 更不要改变它 只有清楚它的极灭和败坏 今日应依众善修行 谁也无法把握 死神的大军就站在门口 不要让过去 现在未来的忘心迷惘 审慎观察 如此一夜就可以成为闲者 就像无云的晴空 没有愁闹 没有动摇 一念之间 所以你的问题也是一样 就看你怎么想这件事情 你如果一直想说我是个背叛者 那你就是个背叛者 那你不是 你不是就不是 就很坦然 你还有什么好烦恼的 但是我对这个老师有爱 我知道他也对我有爱 所以那就是你的眷恋了 我想看他 但是我不想再去上他的课 对 这里面就变成这样子 但是他不能接受 对 就变成是说 你想爱他 然而呢 你知道他的期待是 你要回来上我的课 才是爱的表现 所以你对他的爱跟他的期待 是不一样 是双轨的 所以我只好不见他 是没有交集的 对 比如说你自己 为什么会有觉得不好意思 或是最诱感 这就是说你想换嘛 你想拿一个什么东西 去换他的爱 那就错了 我现在不要他的爱 所以我离开很久 但是我只想去见他 可是我知道他会很不生气 所以我知道不能去见他 在这个时间 对 是啊 就是我不要去换 就是那个爱我不要了 我知道那个是 那个不是很纯粹 就是说那个是付出有 希望有回收的爱 对 是 好 然后呢 你们现在已经知道了 我们再回到经文 所以你为人解说 受词读诵 四句寄来 我想问问看你们 如果你们有机会跟别人讲金刚经 人家问你说你最近在干嘛 我最近在听金刚经啊 那金刚经到底是什么 然后你会跟他们分享哪四句 你现在有 如路易如电 因作如世观 你把经典的给讲了 够狠 跟他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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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能不能再走 哪四句你会跟人家分享 最后那四句 也是最后那四句 最经典的 对 借用圣言法师的说 你要面对他 你去接受他 你去处理或解决他 再来就是要放下他 刚好四季 这也是 这叫做另外一种转换 其实意思是一样的 来 四季祭 是你想跟别人说 金刚经 一切众生平等 一切众生平等 一切众生之类 软生胎生失生化生 有色无色有想无想 我们没有大小 没有高低的分别 我们都是一样尊贵的生命 一样尊贵的生命 一切法从心想生 无助身心 身心无助 我没有特定的 可能会借用我们的 洪师兄的这一句吧 这样可能比较实用一些 你们刚刚调入我一个语言的陷阱 所以想不出来 因为我刚刚跟你说四句祭 就一直在想四句 一句也可以 无助生心 一无所助而生其心 对啊 这句也很经典 还有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这也是很经典 好 再讲一个故事 有个商人 他今年每月都在外面很忙 所以他过年要回家团圆 所以在赶路的途中 他心里就想说 哎呀 难得回家一趟 我一定要选一个很特别的礼物呢 送给我的老婆 让他开心一下 那快要到家门口的时候 他就在那个街口 他就看到 远远的看到一个老和尚 老和尚呢 就站在一个树下 树下里面牌子写着 我有四句祭 能免难消灾 就感觉到有一个神奇的法宝在那里 所以商人就很好奇的 就往前就问了老和尚说 什么祭子这么神奇啊 可以让人免难消灾 那老和尚就说 那你要买吗 掉到他胃口 商人实在就是觉得说 哎呀 四句祭一定是什么很珍贵的 因为竟然可以免难消灾 所以呢 商人就想说 好吧 那我就买了 就一时就忘了闻下钱 然后老和尚就说 你仔细听咯 老和尚就开始说 向前三步想一想 退后三步想一想 前后再三要思量 如意吉祥保安康 十两黄金拿来 那商人已经答应了 只好硬着头皮 抛了十两黄金 可是其实很生气 他觉得这个死突驴 这个老和尚呢 哐了我 那好吧 那就反正钱也付了吧 那就回家吧 就回到家 那个时候天色已经暗了 那呢 他就推开了这个房门 不得了了 床头怎么会有两双鞋子 而且仔细一看还有一双是男人的鞋子 一双是女的 一双是男的 不禁怒火中烧 跑到厨房拿了一把菜刀 准备把这对床上的肩夫淫妇给砍死 这个时候正要动手的一个念头闪过 刚刚老和尚说有四句记 所以他就照着记子向前三步想一想 向后三步想一想 他在走来走去的时候就把他老婆给吵醒了 那那个老婆一醒来 看着他老公呢拿着一个菜刀 跟他说 啊你这是在干什么 然后商人就指着那男人的鞋子说 那你告诉我 这是什么 老婆就跟他说 就很生气 就骂他说 你这个杀千刀的 逢年过节 我为了讨个吉利 所以把你的鞋子摆到床头来陪伴我 象征人不在物在夫妻团圆 可是你却以为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还要拿刀子来杀我 那商人一听就猛然惊醒 然后就说 啊真是值得值得 十两黄金 换了挽回一场灾难 所以说一个记子 这里面在告诉我们说 那个关键 当你在跟别人讲一个关键的 可能只是一句话 过去心不可得 比如说过去心不可得 那过去就过去了 不要让他团聚在你的心里 未来心不可得 未来会怎样 谁都不知道 一切都有他姻缘的造化 那不就好了吗 就没什么好牵挂了嘛 对不对 好所以我要再问你们一遍 现在你们知道这个记子的力量很大 当你在跟别人讲的时候 你会跟别人讲 怎么讲分享金刚经 不一定要四句哦 一句也可以哦 八句也可以 把握当下 把握当下 无助生心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记子的力量是很大的 别人可能就因为你一句话 我不是用记子 那你可以不要用记子 活在当下 活在当下 不执着 不执着 就刚刚那一句 一切法重新响生 所有的都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 诸法无相 不执着一切无爱 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 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 尤其对那个迷信的人 这句话最受用 好 那我们现在还有点多余的时间 我们回到你们的心图 因为今天的重点在告诉你们 不失不得很大 对不对 那在座呢 其实比如说我这样几个礼拜观察下来 其实大家的这个都是知识分子 都是有一定的学养 那一个人呢 有一定的学养 然后呢 有自己的相当的教育程度 其实这是什么 这也是你今生的福报嘛 好 那你怎么样用你今生的福报去给出 所以我现在回到你们的心图 告诉你们说 在你们的心盘上 有一颗心叫做木心 木心 那木心这颗心 它象征的是我们的 我们的所谓的贵人 我们所谓的资源 别忘了 你也是别人的贵人 你也是别人的资源 所以木心在我们心盘上的意思 也是跟布施有关的 而且这个布施指的是 精神的布施跟物质的布施 而且当下就可以去做的 不牵测到灵魂轮回 当下就可以去做的 我从这位同学开始 你的木心呢 是落在双子座 落在心盘的位置是九宫 它的意思在讲一个 你把行而上 你在你生命当中 所有你曾经学习过的 所有你曾经见闻过的 比如说你到国外去玩 你看到的一些见闻 眼睛看到的 你透过旅行去体验的 或是你读过的书 比较属于抽象境界的 比较行而上境界的 请你用简单的话 把它讲出来 讲给你身边有需要的人 这就是你的布施法 懂吗 就是你们天生擅长于这个 我现在告诉你们最擅长于什么 每个人擅长的不一样 因为这个跟上帝设计我们的时候的 那个能量是不一样的 木心双子在九宫的人 你就要懂得 把你所懂得行而上的 或者是异国的建文 不同的风土民情 宗教文化 习俗等等的 到了你这边呢 做一个所谓的自由的转换 然后用一种浅显的方式 说给别人听 比如说包括金刚经 你也是一样 用一种浅显的方式 说给别人听 这位同学 这位同学你的木心呢 是落在天平座 所以对你而言呢 什么是布施的法门 就是友善的跟你身边的人 做连结 不设限要怎样 不要怎样 就是最好的布施 这个叫做第五个人 告诉你的 听到了吗 友善做连结 友善的 情谊上 友善的去做连结 这就是你最好的布施 然后呢 永远要懂得 其实你 对你而言呢 真的叫做广结善缘 每个都是好缘 不需要选边站 我觉得这样对我来 比较容易 是是是 这是你最擅长的 你的心盘能量 就是这样被设计 这是你最擅长的 所以你如果这样做 那就最自然 最美 最不搅柔坐坐 最不会让你迟疑摆当 对我觉得就当下 那如果这段时间 换了场景 换了时刻 那自然就会换了 是啊 就顺着时间之流走 对 懂吗 这样你就不需要 背负的那个不好意思 背负的那个 我好像背叛了 我好像辜负了你的期待 没有 没有这件事 对 我就顺着 我说对方 对对方会觉得 要把我抓着 这样懂哈 你的木星呢 是落在 处女座 跟金星可下 然后落在三宫 所以对你而言 你要怎么布施呢 我相信你已经在布施了 那我现在把它讲出来 印证一下 就在日常生活里 纯粹用你的一种 对别人的服务 服务啦 一种 透过感情 来表达你服务的那种 我觉得是美德 美善 然后慷慨的给你 这就是你的布施 你能不能发现 其实你已经这样做了 对 在日常生活 你对你周遭的人 以及在 把你日常生活 我所学的 也是一样 用一种 纯粹是一种 爱的分享 把它分享出去 分享你所知 所见 所学 然后在分享中 带着感情 这个感情 不是爱情 叫做一般人际之间的 情感 对不对 应该是吧 像我在脸书上 看到你已经开始在做了 你不觉得吗 有吧 还有 有时候会 就是不知不觉 就会很想要去写一下 你就想写就写 还有就是 你分享中的东西 带点哲学的意味 因为是木星本身 就是有哲学 哲学家的意思 所以人人都是哲学家 不要把哲学家 想成是庙堂之上的 学者的专利 只是他们是有 怎么样 他们正量高了 好 你 你给予别人的布施 就是 鼓舞别人 找到自我认同 当然先找到自己的认同 自己认同自己了之后 以身 我 就是这个案例 以我这个案例 去告诉别人说 我可以 你也可以 人人都可以 这就是你的布施法门 然后 告诉别人说 我们都可以 就是说 生命有无限的可能性 不需要停留在过去 是怎样 就非得怎样 也不需要去预设未来 一定要怎样 反正就是 当下 随喜 创造 就是你的布施法 你的木星是在 天蝎座 多在九宫 你知不知道自己 擅长于给予的 是把很深邃的东西 很深邃的东西 我们这样做 把它说出来 给出去 然后让人家自己 放掉 旧的执着 然后让别人自己去找到光 有没有 就是你可以这样 我再告诉你说 这是一个可能性 事实上你已经在这个当中 也许你自己没有去 你没有去连结 如果你有去做连结 你会发现 是啊 早就是这样子了 你不觉得我们当他 请他分享的时候 他不太一样 对不对 他质感不太一样 这位同学 声音很洪亮的这位同学 你知不知道你天生就是学者 而且是属于 你这个学者就是属于 你就是很适合在一个屋檐底下 类似私俗型的 类似所谓的家庭式的 类似所谓的社区型的 跟别人分享你这一生当中 你所领悟的智慧 因为他是太阳人马做的 木星人马做 这种人是天生的 我们讲说天生的哲学家 天生的学者 属于什么 他沟通的场域是在家 烘焙子 私俗 所以他的讲经很符合 非常符合他的生命表达 他讲经十年 他讲四书五经 对啊很符合 所以这就是他的布施啊 很像 对啊 其实我们都在生活当中 给自己植福田 可能只是我们不知道 我们有时候也会着想说 我们要去捐一下慈祭 我们要去捐个血 我们要干嘛 才叫做做善事 其实不尽然 你每一天都可以做善事 好 这位同学 木星天秤在十二宫的 班长 我们的班长 你知道 你知道你要怎么布施吗 他有讲到 因为十二宫的对象 一定是云云众生 对 我们也可以说 他所顾施的对象 都是跟他前世有缘的 然后他今生 也会得到很多 前世跟他有缘的 来布施他 所以是一个 很好的回流 能量的回流 十二宫的木星 就是说 你怎么样把前人的智慧 历史 文明 佛学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你怎么把属于 凡是属于前人的智慧 你所领悟到的道理 把它宣缩出去 这就是你的布施 他刚刚也是在讲 那个都服他心盘 他说 他在讲说 一切众生 有没有 都应该很尊贵 对 因为对他而言 因为他是木星 狮子在一宫的人 对他而言 活出尊贵的自己 也是一样 我先活出尊贵 我的自己 然后让你们看到 这样就叫做尊贵 我这么卑微 都可以如此的尊贵 更何况你们很尊贵 当然可以更尊贵 我是讲得真好 我是讲得真好 讲出尊贵的生命 对 所以 你们发现 其实布施很简单 所以你们等下下课 你就可以开始去觉察 你做了什么布施 那以前不是有那个 清朝不是有个了凡事讯吗 那个他的故事就很清楚 他不是就做了一个那个 他自己有做记录 他举凡有布施 他就打一个圈 功过格 功过格 然后他犯了一个错 他就打一个差 然后他用这个来自我勉励 据说啦 据说就是 后来就变成说 整个就是一定是plus 就一定是圈很多 几乎都没有差了 所以他人生中的该有的灾难也都不见了 对 就消灾了业了 对 所以那个净空法师就很推崇他的这个修行法门 就是说 在生活当中 实时行善 然后实时检讨自己 你检讨自己 你是不是就是消业 对啊 避免再造新的 避免再造新的 制造新的问题嘛 那你实时知福田 你是不是会感召更多的能量的回流 对啊 所以其实布施很简单 那每个人都有布施的 无限的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布施的能力 在这个能力里面 每个人有各种不同的面貌 我刚刚只是把你们的面貌讲出来 那你可以回去生活里面去 去印证一下 去体会一下 是不是这样 你可能也知道说 其实你已经在这里面了 那你就可以让他更好 因为你就更肯定 你的方向是没有错 那如果你发现 你还好像还没有完全进去 那你就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那就可以布施的很好 因为符合你的做起来会最自然 真的 一定要做符合你的 你不是那个 你就不要去做那个 你不是那个 你做那个就角楼坐坐 你知道吗 比如说有人说 老师我去借钱去捐好不好 当然不好啊 你自己都是宁菩萨 那你还捐 说实在不缺你那一块 不缺你那一份 对不对 如果你自己的问题乱糟糟 那你也是在制造问题 我说在整个这个能量场上 你是不是也是在制造问题 对 对啊 好啦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卖 Secret 谢谢大家